是否你跟我说的 我没有 崔姐 这是我侄子 你犯什么事情了 师伯 这个家伙 昨天在穆小姐 为母守灵的时候 闯入法人寺 欲行非礼轻薄之事 你 他说 他说 他是慕夫人的人 是慕夫人 指使他这么做的 我 事关夫人名誉 我特意把人带来 交给慕公 方便盘问 你有毛病啊你 我什么时候 让你去个法院寺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 丧尽天良心 忠不如的事啊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你 不要 救命 你哭 救命 你真的是 王天彪被他说的 不是 他说的也真的吗 老爷 你觉得我可能 说出这种话吗 去把王天叫来 快去 你在说什么呀 爸 我一个未出格的姑娘 我怎么可能 让你做这种事 你就是这么说的呀 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 崔医少爷 把人放了 赶紧赶紧 赶紧赶紧 沐府的大小姐 我请表妹 行行行行 等啊 大小姐 那些仆人 全部都是证人 若不是你告诉我的 我怎么知道 萧夫人出币 我怎么知道 沐小姐手艺 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 碰到了你 正好碰到你被伙计追债 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 表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 你跟我说 日本来到沐小姐 抢了你的风头 让我收拾她 让我给你报仇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我没有 你说谎 你 老爷 都是我不好 我这是太惯着你了 给你惯坏了 说话做事蛮横无理 口无遮拦 爸 我昨天 确实是碰到她了 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 占亲戴故的份上 怕你多了手指 丢我们沐家人的脸 所以我才帮了你 没有告诉妈妈 你这孩子 婉婷 你好好说话 这是要出人命的 出人命的 出人命的你知道吗 你好好说 你说那是报仇 那是报仇 我没有说话 不信的话 可以叫金楼赌场的伙计来对质 我就是帮你还钱的 念 婉婷 无尽之息 她也承认了错误 就原谅她 好吗 姐姐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 一切都听爸爸的 一切都听爸爸的